好,理查叔叔回来啦 现在我要用优克莉莉和吉他各教一次小星星这首歌 然后我画了一个教材 画得有点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针对的都是零基础的学生 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五岁左右的小朋友 所以画得比较可爱 如果你觉得你很成熟 看不下去你就见谅 那我来讲一下 这是第一页 这里先讲一下统一一下我们的用语 优克莉莉有几根弦 四根弦 吉他呢六根弦 那这张图里面有标示 一二三四你看到了吗 第一根弦 就是靠近你的膝盖 第四根弦靠近你的下巴 来每一个人 闭着眼睛摸第一根弦 对啦就是那个 好 好 再来这些都先跳过 好讲这个 你看啊 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七个字 上面写了几个英文 看到了吗 写了C和C和F 其中呢 C在哪个地方 C在哪几个字的上面 这个是有讲究的啊 C在一闪的那个一上面 在一还有一还有第几个筋 第二个筋上面 对啦 也就是说呢 呃我现在弹一个 我现在按一个C和弦 你们看啊 你们看啊 我这里特别把优克莉莉的C和弦画出来了 这个黑色的杠杠啊 就是我们优克莉莉纸板上面那个白色的杠杠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然后那个格子呢 其实就是我画的这个格子 你们发现 它有两条三条横线 一二三四 四根直线 那意味着什么呢 你看 这就是它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这个黑色的点点 在优克莉的纸板的哪个位置吗 来给你看啊 咦 看得到吗 就是这个位置 我特别用了一个黄色的贴纸 把它贴起来 所以当你用手指按着这个地方 然后拨一下 它就是一个C和弦 来 我来示范一次 好 按着它 拨一下 这就是一个C和弦 记得吗 刚刚我们唱 哪一个字的时候 要弹C和弦 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一和一 还有最后一个晶 所以是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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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F和弦 先省略 亮晶晶 咦 我们会啦 好啦 所以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合作 就是呢 嗯 你们弹C和弦 第三格 第一根弦的第三格 我们用无名指按着 至于为什么是无名指呢 这个我们不在现场 你看不到这张纸 你看这里这些小插图都有讲 这个我们不管啦 好 我们在视频里就简化了 好 每个人用无名指按着第三根弦 然后扫一下 这么好听 因为我用了拨片 你们可以拿你爸爸的名片 撕一脚来用 或者去买拨片 拨片都很便宜的 好 现在每一个人按好这个 然后拨一下 这就是一个C和弦 小星星这首歌里面 是由C和F和G 这三个和弦组成的 C是这样 F和G 好 这两个和弦先交给我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分工 只要 那个歌词的那个字的上面是C 你就拨一下 比如说 E3 E3 但是因为你现在看不到歌词上面的字嘛 所以我指你的时候你就拨一下 好不好 来我们来 做个练习哦 预备 来 E 你怎么没拨啊 E 好了吗 好准备哦 这也是真的了 预备 来 来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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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晶 漫天 都是 小星星 挂在 天空 放光明 好像 许多 小眼星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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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晶 南 天 都是 小星星 一闪 不错哦 很好 你知道这个和弦啊 它其实 跟你是弹优克力还是弹吉他其实没有关系的 如果我现在用吉他来弹呢 好 你也是负责这个C和弦 F和G交给我 好 听我指挥哦 我指腻的时候你就要弹C哦 预备 预备 预备好了吗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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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了 现在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基本上已经可以去上海大剧园演出了 好 额 还要讲什么呢 我想想看啊 好 现在给你们的第二个功课呢 就是 你想想看啊 我们刚刚已经差不多可以去上海大剧园演出了 但是 得我们两个一起去才行 那如果你一个人去搞得定吗 可能搞不定哦 对不对 因为你只会按C和弦 那 这张纸 这样吧 每一个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就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是 13761586548 然后你跟我要这张纸 这里面有很可爱的 我画的教材 然后呢 这个 也有讲每个和弦是怎么按的 现在我要你们给你一个挑战 就是你也要会按F和弦 F和弦是用两根手指 看这个点点的位置 你就知道它在纸板上什么地方 当然我做了一个偷懒 就是我贴了两个贴纸在上面 然后是用哪两根手指呢 这里有讲 直接跟你说吧 就是耶的这两根 按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F和弦 好啦 那 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练习的时候 你看 刚刚我们记得了嘛 E是你对不对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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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换了怎么办 换是很难的 换的话呢 没有一个同学他 第一堂课就可以换得很顺 但是每个人只要练习半小时半小时每天 他大概 三四天就可以很顺 所以第一天练的时候是会这样的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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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好了 两井 所以唱之前要深呼吸一口 知道吧 但是你必须要这样子 因为你的 最开始你的手指不熟练嘛 对不对 所以问你们 在手指不熟练的情况下 是你的嘴巴要等手呢 还是手要等嘴巴 来说 没听到 应该有说 对了 就是你的手要等你的嘴巴 因为你的手 讲错了 你的嘴巴要等你的手 对不对 因为你的手不熟练嘛 你的嘴巴很厉害 所以你看啊 一闪 一闪 完蛋啦 等我一下 大量 尽 尽 漫 天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哇 这个G更难了 小行 行 你第一天弹的时候 会这么痛苦 但是你每天就量練习半小时 大概过了 兩三天你C換F就很順利了 再過兩三天你換G也很順利了 所以才一個禮拜 小星星就搞定了 可以一個人去上海大劇院演出了 好啦 這首歌就交到這裡 吉他呢也是的 吉他的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吉他就是比較麻煩 他的弦比較多 按起來比較痛苦 所以他的C是這麼按的 一閃一閃 等我一下完蛋了 良靜靜 你可以想像他弦那麼多 然後又比較大 所以按起來就特別累 是這樣的 好 另外你們可能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老師你按的 這個 和弦這麼好聽 但我按出來以後 彈起來卻像放屁一樣呢 對啦 這個問題對 你看啊 我的F 好聽吧 你第一次按F大概是這個聲音 喔 喔 喔 想不想放屁 為什麼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嗯 第一個原因是沒按牢 你可以一根前一根弦的檢查 比如說我從最上面這根開始彈 哎呦 什麼聲音啊 喔沒按牢嘛 啊 欸 好聽了 下一根 欸 不好聽 為什麼 又沒按到 啊 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的手指太肥了 不小心按到別根弦了 躺下來了 或者是你手指上有指甲 手指站不起來 倒下來按到別根弦了 好 所以你的每一根弦 彈起來好聽 或者像放屁一樣的難聽 喔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三個字 沒按牢 跟我一起說三個字 預備開始 欸怎麼沒說再一次啊 預備 沒按牢一起說 預備開始 欸對啦 第一個原因就是沒按牢 第二個原因比較 比較也很簡單就是 25個字 就是 你的手指太肥了 或者是留了指甲太長了 所以手指站不起來 倒下來壓到別根弦了 來跟我一起說 那算了啊 太長了 反正就這個意思 手指太肥了 或者是指甲太長了 手指站不起來 倒下來壓到別根弦了 所以你的彈起來 就會像放屁一樣 好 好 最後最後 我還要教你們調音欸 如果你的優克莉莉 或許 在家裡 老師又不在你身邊 你不會調音怎麼辦 嗯 我去拿一個調音器 來教你們調音 等一下啊 好 最後教你們一下調音啊 因為 如果 你的優克莉莉 或者是吉他 沒有調好音 你明明按得很漂亮 但是彈出來就不像個樣 比如說舉個例子啊 這是一個C和弦很好聽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的音不準 呃 什麼東西啊 怎麼跟我的C不太一樣啊 呃 呃 更難聽了 所以呢 呃 每個人都可以去買一個 像這樣類似這樣的調音器 就十幾二十塊很便宜 或者是在 手機上下載一個APP 類似就叫調音 或者Tuner之類的 啊 有 搞不清楚就發微信問我 啊 微信號知道嗎 就在屏幕的下方 下方 好了嗎 好 嗯 如果是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調音器的話 是這樣的 必須你得先知道這四根弦 分別是多少 什麼樣的音高 哦 這個你可能也要微信問我 我也可以先講一下 D根弦 是ABCD的E 呃 就講錯了 是A ABCD的A 你看 它這裡寫的 降A A下面有一個小B 就是降 這時候就發現 太低了 哦 對了 我要怎麼說呢 比如說你看啊 我彈這根弦 好 你看啊 這個調音器現在 這個箭頭顯示的 在它的左邊 什麼意思呢 你就可以想像 你現在看一個時鐘 十二點在這裡 如果十一點在這裡 就代表它 還沒到 就太低了 這裡就是太高了 哦 那 太低太高 我要轉哪一個旋鈕呢 這裡有四個旋鈕 我要轉哪一個 就看這個 這根線 嗯 哦 就是它 但是問題來啦 現在它太低了 那我要往哪轉呢 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來考你們 現在太低了 我要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給你們一秒鐘 嗯 好 正確答案來了 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 試試看就知道了嘛 哦 這像什麼呢 欸 譬如說你今天早上出門 你要去 東方明珠 你遠遠看到東方明珠 然後就隨便走 走走再看 欸 離東方明珠越來越遠了 代表你走返了 這時候怎麼辦 趕快掉頭 就好了 所以你先轉轉看 我先看啊 現在呢 嗯 哎呦 更遠了 可見反了 來來來轉回來 欸對了對了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了 對了對了很好 超過了 再轉回來 快快快快快 欸 又超過了 再回來再回來再回來 欸 對了到中間 像這個調音器 它到中間就會顯示綠色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走出門 看到東方明珠 你就隨便往一個方向走 欸 發現東方明珠越來越遠了 趕快掉頭 走走走走 欸越來越近了 忽然一抬頭 欸 東方明珠怎麼又越來越遠了 啊你走過頭了 趕快再掉頭 好就這樣繞繞繞 最後終於走到底 走到位置 好 所以這根弦調好了 第一根弦是A 第二根弦是E 好 我們也把它調到對 欸對了 第三根弦是C 你看這個就偏高了一點點 對 你們不要有強迫症 不要太糾結 如果實在是 老是差那麼一點點 不要太糾結 第四根是G 好 所以優克力的弦是 A E C G A E C G 從E數到4 那吉他呢 吉他也是一樣的意思 來 這是我的吉他 吉他 吉他的六根弦 分別是 E B 我這樣子 E B G D A E 我這樣講 你肯定記不住對不對 所以要趕快加我的微信號 那你就直接問我吧 我都已經 寫好 放在收藏裡面了 我只要半秒鐘 就可以回覆你了 所以當你的弦調好以後 就是這麼美的聲音 好啦 太多的技術細節 我們就不是在這裡說了 這個 還是要自己摸索的 或者是可以用微信號 好啦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